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即使不夺命呢 也可能长期影响身心的健康 那么这一集的防疫周年就要带你走进三名本地冠病康复者的世界 听听他们在出院之后 冠病给他们留下的什么样的烙印 以及后遗症对于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I still couldn't taste and smell It's like you're eating nothing, you know Visiting a specialist is always expensive, especially here Two times it counts me around nearly $400 都会讲说不知羞耻啊 你应该静静 然后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得过病毒 59岁的第三代娘惹沈秀凤 热爱烹饪及享用美食 去年4月突然确诊冠病 让她的人生瞬间褪色 结束了长达21天住院及隔离的煎熬 迎来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总算摆脱冠病的沈秀凤 怎么也没想到珍贵的味觉和嗅觉已消失 The lime and the vinegar is enough or not? Yeah Enough If not then I don't put Not enough ma'am I try and think how it tastes like But you cannot, you will never taste You cannot taste at all It's like you're eating nothing, you know 而向来身体健壮的孟加拉吉客工马扎鲁 则是在他37岁生日当天被冠病开了个玩笑 确诊后在医院挣扎了13天 I was scared and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hospital in my life I didn't be into hospital before Someone received the call I either doctor or nurse anyone And my mom saw me in the hospital bed And she was sick on the spot She became sick My wife called me and she fainted 马扎鲁在石化炼油厂工作 需要大量的体力应付繁重的工作 脑人的冠病令他力不从心 When I'm walking around one kilometer Nearly one kilometer or a bit more Then I feel tired 多走几步就气喘吁吁 医生说冠病影响了马扎鲁的肺功能 他的肺活量降了20% 还因为冠病患上了轻度哮喘 需要定期使用喷雾剂 王如丽则是本地教会感染群中的一员 心态乐观的他不担心自己染病 反倒是追踪紧密接触者时 发现有40多名亲友受牵连 令他耿耿于怀 我第一件事是糟糕了 我父亲的朋友怎么办 就是跟我有接触的朋友怎么办 我只是想到这点 因为刚刚也是农历青年的那个阶段 所以真的是很辛苦 出院后 王如丽也失去了嗅觉 闻不到咖啡的味道 然后只是 我每天喝咖啡都是这样的 就是喝甜的牛奶吧 鸡腿病毒后又被后遗症纠缠 冠病康复之路 漫长又艰辛 持续地困扰着三人 你好 沈秀凤的丈夫患有末期疾病 需要有人贴身照顾 包括帮她更换尿布 但自从失去嗅觉后 秀凤无法立即察觉丈夫是否排便 这让她深感愧疚 这一夜 我们只会过它 你知不知道 因为他那么弱 他不能告诉你 他有尾巴 他有尾巴 他不能告诉你 他不能知道 他不知道怎么说 在那天 我的助手来来 她说她嗅嗅 所以它是 马扎鲁则一度因为后遗症的治疗费而陷入苦恼 他每一个半月都要到专科诊所复诊 前后的三次花了他五百多元 公司买的保险不包括这些费用 幸好老板愿意为他补贴开销 但他感叹其他的人可能没那么幸运 不全的公司是同样的 不全公司有这些窗户 这些费用的费用 有时保险不够付费用 所以我认为政府可以帮助这些人 特别是低职业的工作人員 生性开朗的王儒丽 多次接受本地媒体访问 从不介意公开身份 分享过来人心得 没想到却惹来非议 听到他人的闲言闲语 有时难免影响心情 不自羞耻啊 就是说觉得 你有病毒的人 你应该不要跟人家说 你应该静静 然后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得过病毒 我的心态是 如果我的分享可以让人家可以更小心 或者有比较正面的来面对的话 我觉得那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有负面的话 那也成为是一种警惕吧 后遗症几时能摆脱 能不能摆脱 对此谁也没有答案 沈秀凤算是相对幸运的 经过漫长的五个月挣扎后 他终于恢复了味觉 第一次感受到 能品尝每一口美食 是何等的幸福 已经出院近半年的马扎鲁 则还在积极地练习呼吸 希望尽快让肺功能恢复 以应付工作需要 王儒丽每周也运动六天 保持身心健康的同时 还养成记录行程的习惯 尽应尽的责任 最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自己怎么面对 自己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 冠病这场浩劫 不仅在人类史上 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也在康复者心中留下了印记 随着全球冠病感染人数 逼近一亿大关 感叹病毒无情的当儿 是否也得反思 我们在疫情中 是否也出了分力 今天的诗诚有约就进行到这里 欢迎浏览巴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诗诚实事的Facebook页面 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